他是琼瑶最被看好的哭戏演员 出道首年并与唐国强搭经验裸戏 曾扮沉挚引起众怒 眼汪绿瓶实力断腿 却在最风华正茂的年纪 因车祸男友黄晓明损失一千万 被花心大倒陆川辜负七年岁月 如今岁生二岁 不婚不育 半红不子 又独自一人悲壮托起 父母晚年 这个女人便是秦岚 秦岚曾在一次采访中大放厥词 声称自己的子宫用不用 管别人什么事 跟你有关系吗 一度冲上微博热搜 当时评论区 骂骂秦岚的声音不下一千条 但现在结合秦岚的人生经历 仿佛能明白 他这一生奋慨中蕴含的意义 秦岚生于辽宁沈阳市 父母据说是国企管理 后来经商家境不错 因为长得漂亮 他很有当明星的天赋 曾被介绍到一家影楼当模特 影楼将其巨幅海报 挂在沈阳最繁华的地方 让秦岚成了那条商业街最亮的女孩 当事人先期再拍笑江湖或许是看到秦岚的广告牌 决定邀请他出演《月灵山一决》 但因为家族传统秦岚的父母拒绝了这个邀请 并在女儿报考大学时强制为他填了会计专业 但在大学不过半年 秦岚便通过电视上的选秀广告 参加了全国首艺杯新人大赛 没有任何表演基础的 他在台上表演了一首绕口令 八百标兵奔北坡 接着又走了一套广告模特部 结果一路从初赛机身总决赛 并夺得大赛模特组全国十佳金奖 这次赌奖后给了秦岚极大的信心 他完成学业后便背景离乡来到北京 开启北漂之旅 秦岚很幸运 他的第一部戏便是与唐国强合作的大唐情史 饰演人气爆棚的五妹娘 当然他也在剧中大胆献身 贡献了自己的首次荧幕吻戏和大尺度戏 为该剧增添了不少色彩 2003年《环珠三》播出时 有《月灵山一》 《月灵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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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灵山一《月灵山一》 在穿上永远与大沙摆 她会在游戏emet 天境地 来 感谢观看 有小三插足 2009年秦兰与导演陆川在车库积吻的照片被放出两人恋情曝光 虽然看似是小演员与大导演的不轨结合 但在这段感情中秦兰付出的远比陆川要多 秦兰跟陆川早在两年前相识 陆川能够看中他完全是因为一件事 但是秦兰突然宣布宁愿背负30万违约金 也要离开新剧商城之恋剧组 领片酬去派陆川的南京南京 这并非秦兰失信 他早就在南京中定庄 商城是他的经纪公司为了亚系而偷偷接下的 秦兰得之后便很敬业地放弃商城 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专心演南京 虽然为此他损失了数十万的赔偿金 但他在南京中敬业的态度让陆川大为感动 两人于是擦出火花 后来陆川因为事业不顺 资金恋一直处于断裂的状态 秦兰便一直四处筹钱帮男友渡过难关 事后陆川也感慨秦兰做出的牺牲 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但陆川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并非这么想 他在与秦兰相恋期间桃色绯闻不断 2013年1月陆川被媒体爆料 疑情章竞出 随后又被网友曝光 他被另一名高兴女星卫州 8月有记者派到一名陌生女孩上了陆川的车 不久后陆川便公开承认两人分手 虽然陆川情思斩得果断 淡淡却整整耽误了秦兰七年的青春 曾信实淡淡要说在30岁以前结婚的秦兰 被时局所逼迫 至今40多岁都未结婚 且由于他不断为男友跟公司剧组闹翻的黑历史 原本今类的人气也消耗殆尽 秦兰几乎有退出娱乐圈的趋势 但如今他凭借怪你过分美丽的墨像婉走红 但只走红的背后却是被父亲心脏病手术所破 继续拍片挣钱 为了赡养年迈的父母 他选择不结婚更是一种明智的决定